直到遭遇槍擊前夕卸下首相重擔的安倍晉三 人馬不停蹄 死除奔波 为自民党议会选举造势 因为协议里留的政治DNA 让他好几度与众生 尤其安倍夫人也曾说过 政治这条路就是他的甜名 身为政治世家第三代 安倍从小接受政治养成教育 出身政治豪门的安倍晉三 外公岸信县以及淑公佐藤荣座 都曾是日本前首相 被外公抱在怀里的安倍 小小年纪的稚嫩脸庞 还未意识到自己也将踏上 呈先其后的政治版图 2006年安倍晉三攀上政治生涯 第一个高峰 52岁的他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 身为一门三杰中最年轻继承者 霍丰自民党最年轻总裁和首位战后出身的首相 安倍可说是意气风发 并和森永治国总经理千金 松奇召会结为夫妻 无人能及的傲人政治华丽协同 也唯有安倍能于外交场合 自豪与世代传承的雄厚政治资本 这位日本政坛贵公子 月升鹰派政治势力的当代掌门 是出了名的右翼人士 对于日中韩关系地场特别强硬 然而光芒四射的政治明星 人不敌时不我语 2020东京奥运原本是安倍的伟大成就 日本请全国之力为迎接奥运做准备 安倍原本计划奥运能成为振兴日本经济的基石 却因为疫情冲击沦为一场空 2012年回国首相后 一坐就是将近八年时间 但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拖垮日本经济 更迫使东京奥运延期 安倍声望进入谷底 日本之二战结束七十多年来 共患的三十位首相 平均一位首相的任期仅两年多 犹如走马登 而安倍晋三的过人之处就在于 成为日本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而安倍与日本政坛呼风唤雨 其实还有个不同姓氏的亲弟弟 现任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得知 安倍日期第一时间语带哽咽 身为安倍家的三男 原来岸信夫一出生即过季到舅舅家 连安倍晋三也是到了大学时代 由父母告知才明白真相 政治家族过季的形势 在日本政坛过去也算常见 兄弟俩长相相似 安倍也大力提息 安倍晋三其常人难以愉悦的加持背景 及超乎想象的广大人脉 在派系争斗不断的日本政界 对国事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波澜万丈的政治人生 谁也没想到安倍传奇 会以如此令人愕然的结局提前谢幕 三宁新闻 金水汇报导 明镜 headed 感谢观看